大家好我是Peggy 自從上個影片教大家怎麼樣快速的自動聽打中文跟英文字幕之後呢 我收到很多需求就是要問我說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自動聽打日文的字幕 為什麼出這麼難的問題給我呢 但沒關係我幫大家找到方法了 而且呢你想像中文還要簡單很多 那個工具就是你現在有在的地方YouTube 那YouTube本身呢其實有聽打字幕的功能 但它不支援中文 所以首先先上傳你的講日文的影片 那這邊呢我們上傳在不公開 那你要上傳的影片呢是你已經編輯到最後了 時間已經全部都安排好了 只剩下字幕還沒有好 但這時候呢請你先幫我輸出一個沒有背景音樂的影片 因為有背景音樂的話會讓你的字幕聽打變得很困難 所以我們上傳一個很有背景音樂的講日文的影片 好上傳的時候你選字幕是日文 然後字幕認證這邊選不曾在美國電視媒體上公布 然後完成 然後就稍等一下不要去動它 因為在自動生成字幕的時候呢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它不會跟你講它需要時間 它是日日默默的在你做這樣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規則喔 就是它這個網頁呢我一定要在底下給大家參考 那它說呢它目前能夠自動產生字幕的只有自己的語言 英文、荷蘭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日文、韓文、華雅文、二文跟西班牙文 你說中文怎麼罵 中文就有參考 上一個影片 那段時間呢我們再回到這個影片 然後你發現底下這邊多了一個字幕的選項 然後你按它 什麼就是你講到的嗎 日文的字幕自己出生了 但是它一定會有聽錯的地方 因為它是知識人 人腦還是有人腦不能取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怎麼修改這個日文字幕 甚至把它走下來 然後自己再重新斷行喔 按編輯影片 然後我們按字幕記錄 而且我們說它是系統自動產生 所以這是 就是你自己打的 按這邊 然後你有看到這條一邊嗎 這是字幕的編輯畫面 就在YouTube上面可以自己編輯字幕的畫面 所以如果你以前有一些影片上傳的 但是你沒有上字幕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從YouTube裡面再次上去 只要把字幕的影片上傳 你只要上同新的字幕板就可以了 所以一樣可以從這邊 但你會發現它很厲害的是 它自動幫你一個一個把時間軸安排好了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去移動好時間軸 可以按編輯 然後去點點 好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就是可以移動的 但時間軸就會變了 好 所以你可以在這上面 再一邊去聽你在影片裡面講的什麼 然後一個一個去做修法 所以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幫你把時間軸都安排好了 所以我覺得 時間軸這件事情 是可以幫你省下多多時間 所以你最一定要的建議 幫你注意一下 那這邊一定要都讓它是在同一行 不要這樣子分行 不然等一下會發生不好的事情 好 對假設你這邊都弄完之後呢 你按下載 好按下載 然後怎麼開呢 你就用文字打開就可以了 1.1的GST那個開檔 然後你會看到長這樣子 這個是 可以從YouTube上面下載下來 那.spv呢是YouTube自己的特殊可視 它有時間也有文字 可是這個檔案啊 不是一般的點個SR2檔 所以你的點名單 你可能不一定會接受它 因為你用另外一個轉檔的工具把它轉上 所以這個網站呢 我待會要做給大家 然後把這個spv傳上去 然後選點SR2檔 然後按Know 然後就出現這個點SR2檔 你看一下這兩個檔案的差別是什麼 這個點名單不太一樣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srv檔 它上面有數號 就是123456 然後時間 箭頭接觸的時間 然後這邊是一行一行的字幕的內文 然後這是點spv檔 你今天感覺不一樣啊 所以我們要經過一個轉檔的程序 你就查看了你的日文字幕了 接下來就再把它放回你原本那個影片 然後就可以自動生成字幕了 然後記得再把你的背景音樂加上去 如果有需要的話 然後你就可以上傳你的YouTube頻道 然後記得喔 剛剛那個沒有字幕檔案 也沒有背景音樂的那個影片 就把他刪掉 所以你跟上傳的一樣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你已經上傳過喔 然後別人上傳重複的這樣子 所以就把日文進入的方法就是這樣 第一先上傳 那個單純只有在講日文的影片 然後等一段時間 讓YouTube幫你自動生成日文的字幕 可能要半個小時以上 你會先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呢 再進到YouTube裡面 把這個檔案存下來 這檔案是個spv檔 這個spv檔要再轉成點srv檔 你的spv檔就可以放在你 上邊的裡面 然後就可以生成 代由日文字幕的影片 或是你直接把srv檔上傳到YouTube裡面也可以 YouTube是可以接受srv檔案的 那日文就是用srv檔生成日文字幕的方法 你今天這個方法 有幫助到大家 如果你想要學任何東西的話 那你要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 然後下次再見 拜拜